Hello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异形与时俱进 更新换大的电影 异形魔怪2 卷毛因为杀死异形 一战成名上了报纸 某天 一个男人找上门来 说墨西哥最大的油田 因为异形肆虐被迫关闭 已经有很多工人被杀死 他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专家为民除害 卷毛起初并不答应 不过俗话说得好 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5万美金一只异形的驱使下 他答应了前往墨西哥干异形 还收获了一个新搭档 因为他曾经的老搭档 已经成家不知道多幸福 自然是不愿意冒这个险 话不多说立刻上路 他们获得了墨西哥军方赞助的好多炸药 还有侦测异形的地震仪 根据异形听声变味的原理 他们将一条大锁链 绑在车子后面拖着跑 果然异形接耳连森地送上门来 他们利用遥控小车车绑上炸弹 把异形炸得粉身碎骨 仔细算算 这屠杀金额已经高达30万美金了 正当他们开心的计划将来的时候 一只异形袭击了他们 将车上绑着的铁链 吞进了肚子 于是 他们的车就这样被异形拽着走 然后撞上了岩石停了下来 不幸的是 有好多的异形正在包夹他们 他们赶紧开车溜了 卷毛觉得人手不够 找上一集的胡子哥带来了不少炸药 助自己一臂之力 诡异的是 当他们再次发出噪音 进行捕杀时 一只异形竟然远离了他们 他们寻着低诊仪跟了上去 发现一只异形跑出了地面 不知道在干嘛 考虑到活猪异形能够拿到双倍的奖金 而他们的汽车又在追逐中彻底坏了 只能呼叫总部请求支援 等到半夜 异形发出了诡异的叫声 卷毛和搭档前往查看 才发现异形像是被吃了一样 他们意识到 是有什么东西从他的身体里跑出来了 再次联系总部 无限电却失效了 救援的卡车也在不远处停了下来 他们徒步前往 才发现司机已经被吃得直升下手了 没想到 信号塔也被破坏了 难怪他们会和总部失去联系 突然 一只长着两条腿的异形窜了出来 经过净化 他们已经能在地面行走了 卷毛和搭档干掉了他 经过研究发现 他们靠头部的热传杆来寻找猎物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会去毁掉信号站的原因 一个大异形则会生出三个这样的异形狗 异形狗吃饱了 则会自我繁殖 眼看众人陷入了异形狗的包围 他们只能扛着门跑 可异形太多了 哪儿哪儿都是 他们只能将异形狗引入了仓库 然后让大家拥一火气 往卷毛身上喷了降温 他就可以进入仓库拿炸药 炸掉这群栽种 给炸弹设置定时后 众人干净躲到了远处的沟渠下 没过多久 仓库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异形狗们四分五裂 这一炸可就赚了几十万美金啊 发财发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打怪兽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金带科幻的 消息的了